Hello,大家好,我叫小真哥 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款 科学翻墙上网插件 这款插件呢,也是基于Chrome进行使用 然后那个 这款插件呢,默认比我前两天 推荐的那款K-PROC 这款插件呢,网速要快很多 然后那个 就是说这款插件默认有三个免费的服务节点 有新加坡的,有美国的 还有那个立陶宛的 立晚陶的 然后那个,我们亲自去尝试一下吧 打开我们的谷歌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搜索KOMO NPP Store 进入谷歌的一种应用商店之后 我们可以在左侧的这输入框里面直接搜索KOMO 会出现,右侧呢会出现一个奶牛的图标 就是这个,FreeProC VPN 就是这个 这款VPN,这款VPN呢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这款VPN就是图标默认就是一个小奶牛 我们点击添加 添加日扩展 OK,他目前默认就添加上了 然后他添加上这个插件之后 他默认会弹出一个售价列表 然后这个售价列表说的是 它是2.5美元一个月 然后25美元一年 就是说 一个月呢就是折成人民币 就是12,13,13,14块钱那样 然后一年呢就是150 然后我们双击它的这个售价列表 我们可以看到它免费的呢 就是享受三个国家的节点 然后并且它有这种慢的 然后非常低的这种网速 当然就是说它有更快的这种售价列表 然后有2.5美元的 还有25亿年的 然后像都是享受同样的这种国家的服务列表 然后我们去测一下 它这个免费节点到底快不快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扩展卡键默认就是 默认就是我们安装上之后 就有三个免费节点 这是利晚桃的 这是新加坡的 这是美国的 我们可以 因为我这边 在我目前本地的这个网络环境 新拉坡是最快的 我们可以用新加坡来去测一下 OK 直接上YouTube 上Google OK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算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那个打开谷歌呢 也算是没有打开 然后我们直接再搜一个Google Chrome Store 我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打开网页的速度呢 是0.43秒 然后直接搜一下维基百科呢 也是也是非常快的 然后OK 我们可以看到打开维基百科是没有问题的 这对于我们 我一般喜欢上维基百科 或者是 谷歌查询资料 或者上Gmail 完全是 也就够用了 OK 然后我可以打开一个 我现在一个视频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打开我的这个视频 我们亲自看一下网速到底是多少呢 他正在缓通当中 前两天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视频 非常低啊 就基本上是在 关于一两秒 这个插件叫IDBlog 叫IDBlog 然后我这儿网速呢 是 呃 10兆的这个带宽 就是这款插件 然后如果大家的这个网速 比方说是 呃光纤呢 或者是100兆太宽的话 这款插件呢 我相信大家的这个 就是自定一评 这个网速一定会跑到 呃 四五千 五六千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些网站的广告和 呃 他可以屏蔽那个 嗯 优酷 还有那个 爱奇艺的一些视频网站的 呃 广告 但是呢 他并不支持 你屏蔽那个 直接搜720P吧 1080P确实有点吃力 呃 相对于而言 是我这儿的网速有点吃力 嗯 嗯 嗯 可以试一门试试 看能不能连连连连连不上 OK 然后连着上 然后我们可以试试 嗯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网速 呃 虽然我这儿不是特别快 大家可以亲自去尝试一下 然后我之前在那个 呃 100兆的这个宽态下去试试过 然后每秒钟能跑到 呃 五六千 六七千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大家可以亲自去尝试一下 然后这儿有三个服务节点 啊 具体去亲自实际操作 如果感觉对他这个服务插件比较满意呢 但我建议是大家可以先购买他的留着月 嗯 不要一次性不要买太多 因为就是说这种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种微拼的这种呃这种插件的呃怎么说呢 算是跑路的比较多 这个一旦跑路呢 然后你呃 也没法去申诉 啊 所以就是说建议大家去一个月一个月买 不建议去一次性去买一年 不要去贪图买一年的那种那点小优惠或者小便宜 然后这个呃 贪便宜吃大亏嘛 所以就是说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去一次性买呃 一年的不是一次性去买一个月的服务 呃一个月一个月的去买嘛 然后不建议去买一年的 好的 然后那个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然后具体呃 具体使用情况了 然后大家去清理去测试一下 然后呃 也欢迎大家能够如果喜欢的话能够订阅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我会以后呃 会有更多的这种精彩内容推荐给大家 呃 谢谢今天的观看